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你的面膜的时候 你必须要看清楚上面的标示 比如说它的品名 那它上面所标示的成分 以及制造工厂 如果有药妆品 它甚至有药物的成分等等都要标示清楚 在标示清楚下的一个面膜符合规范 我们才会比较安心的使用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在敷面膜前 有的产品还要看自己皮肤的状况 如果你现在脸上呢 有伤口 有一些发炎的情况 或皮肤有些不舒服 有时候在敷面膜后 反而会造成你的症状更严重 一般认为如果说皮肤 在敷面膜前已经有些状况 我们今天还是先看一下医师 做一些诊治 再决定要不要去适合敷面膜 不然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敷完面膜后 反而会更干更痒更不舒服 敷面膜的时候 有的产品是合格产品 敷质也还OK 状况还好 那再来就是在敷之前 如果你的产品是第一次拿到 我建议的话还是做一下测试比较好 通常呢我们在手腕的内侧 以及耳朵的后面的皮肤呢 可以做一些局部的面膜的测试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过敏的状况 我们在安心的使用 才不会造成脸上过度的刺激 一般我们敷面膜大概10到15分钟 最多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 敷完面膜我们当然会有立即的这种 皮肤一些补水的感觉 可是因为产品的不同 有些面膜它锁水功能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通常还是建议 敷完面膜后 可以上一些乳液 给予一些让它保湿效果比较持久的这种乳液 那有点锁水的效果 这样子的话皮肤才不会很快 又因为这个水分增散 又回到原本很干燥的情况